今天凌晨,自从国族在客场以0-1输给塔塔尔之后,国内媒体和球迷对中国男族就进行了重点关注,由于国族派上的是最强阵容, 而塔塔尔是配上2阵阵容,因此外界对国族输球,也是非常的困惑,大家都想知道国族为啥会输给卡塔尔2队,人本以为,在刚刚打完比赛的情况来看,一时半会应该很难总结出输给的原因,可是令人感到非常意外的是, 但是,就在刚刚从国内传来的消息发现,国内有一位名记就一整件写的给出答案,针对国族在客场布迪卡塔尔2队,国内著名记者封针,在个人社交平台,就给出了自己的看法, 他这样说道,中国球员很明显,传完球之后的瞬间是放松,不跑,跟别人相比提的真是另一种足球,从封针的表态可以看出,他对这场比赛大事,进行了总结, 他认为国族在比赛中传完球不跑动,是导致场面被动的最主要原因,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句话,但不得不承认他确实一针见血,的说出了国族输给卡塔尔2队的答案, 因为,在比赛中,国族的无球跑动基本看不见,只有在借球时才会被动的进行跑动,而在态度上国族也没有卡塔尔积极,卡塔尔总是可以很轻松断球, 所以,国族这次在客场输球也是在情侣之中。